海贼王,纳美曾有过四次变形,曾变身毕加索画风,双马尾最可爱 纳美在海贼王里虽然没有最美的称号,但是她的高颜值也是得到过诸多人的认可 文斯默克的那几兄弟看到她后都是直接变成桃心眼 不过纳美在海贼王里的样子也并非是一直稳定,她的外貌也发生过好几次改变 本次我们就来谈点一下纳美的四次变形 1. 毕纳美加索 纳美被毕加索画发生在德岛,当时明哥的手下乔拉登上了桑尼号 他是吃了艺术果实的艺术婆,能够将人的画风变得抽象 被艺术画的人会发挥不出原本的力量,所以当时船上的人都被乔拉掌控了 但好在布鲁克会演习,艺术破脑子又不够好使,所以很快就被打败了,纳美也恢复了原样 但这个模样还是挺经典的,差点以为自己在看同人作品 2. 华华亮亮肥皂纳美 纳美在司法岛和卡利法队战时,曾被对方用能力变成过肥皂人,也就是下面这个滑溜溜且极具光泽感的模样,像极了翻卡上的果冻卡贴 这一形态的纳美的身体表面极其光滑,所以什么都很难抓住,就连自己的力气也被削弱了 但只要碰到水纳美的身体就能变回原样,因为水可以洗去肥皂 见过纳美这一形态的只有两个人,一个是卡利法,一个是乔巴,不过当时乔巴并没有认出纳美,这并不是因为纳美变形后很难辨认,而是因为乔巴吃了三颗篮波球发狂了,不仅认不得纳美,他那时已经完全敌我不分了 三,高矮胖瘦母胞胎纳美 同样是对战卡利法的时候,纳美利用水解出了自己的肥皂人状态,然后又用乌索普改造的天后棒增加了周围的湿度 时光发生者设置造出了海市蜃楼,所以就出现了五个纳美 我们虽然很好分别真实的纳美是哪一个,但卡利法是脸盲,根本认不出来,纳美就是利用这一招扭转了战局,反败为胜了 4.双马尾天使下凡小纳美 纳美变成小孩子这一剧情出现在剧场版Z中,纳美变小是因为被拥有倒退果实的爱恩触碰了身体,所以整个人就到退了12岁,变成了小孩子的模样 除了纳美以外,乔巴、罗宾和鲁克也年轻了12岁 以上就是纳美在海贼王中的四次变形,你还记得纳美的那些形态变化吗?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 再见